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《马太福音》十四章二十三节 在《寂静》里面 含蓄着一种奇异的能力 乌鸦和豺狼是喜欢群集的 而狮子跟老鹰是喜欢单独的 能力不在喧嚣当中 而在安静当中 湖水必须极其平静 才能在湖面上映照出美丽的天空 我们的主是极爱世人的 可是多少次我们在经上读到 他暂时离开群众退去祷告 他工作的地方常在海边 可是他最爱山上 所以我们看见他晚间 常常上山去安息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一件事 就是独自与主亲近 坐在他脚前安静 巴不得我们能恢复那已经失去的默想的艺术 巴不得我们能受到密室的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